医院方于4月26日表示 去年8月 德州埃尔帕索沃尔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死亡名单又添一人 死亡人数攀至23人 埃尔帕索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席姆 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过近9个月的战斗 我们的心情很沉重 因为我们宣布加西亚去世了 她是埃尔帕索枪击案中最后一位接受治疗的病人 加西亚是一名青年足球教练 2019年8月3日上午 加西亚与她的团队在沃尔玛外参加了一场筹划活动 当时一名男子用AK4级步枪向购物者开枪 这是一起大屠杀 检察官称这是一起吸引仇恨犯罪 枪击发生后 加西亚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接受了几次手术 在重症监护中度过了近9个月的时间 最后于2020年4月25日晚上不幸去世 她的妻子杰西卡和两个孩子也在枪击中受伤 被指控的枪手是21岁的克鲁西乌斯 警方称她是从她的家乡德州达拉斯郊区爱伦开车11个小时前来实施杀戮的 克鲁西乌斯目前仍被控以谋杀和联邦仇换罪 但是面对指控她均表示不认罪 检察官称克鲁西乌斯在屠杀中故意针对墨西哥裔美国人 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反移民宣言 称这次袭击是对西裔入侵德州的回应 在这次枪击发生了13个小时后 俄亥俄州戴顿市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打死9人 打伤27人 然后被警方击毙